有賭客在賭場玩各自機贏大錢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事 不過為何無緣無故會驚動警察? 據悉一名內地賭客昨天在新普京娛樂場玩各自機贏了接近300萬 但疑似因為預期逗留問題之後被警方帶走 引起了這300萬採金會不會有存在凍過水的移民? 據了解這名賭客雖然是預期逗留 但賭場仍然會開支票被這名幸運兒 據消息人士向外宴透露 李明賭客中了獎後打算就拿證件出來兌換 被發現入境申請逗留期存在問題 之後就被警方帶走 而李明賭客入境時所持有的證件是合法的 據外宴對有關事件的了解 雖然預期逗留 但只要以合法方式入境 以及經證明後在賭場贏了錢仍然可以拿財金 至於賭客贏了比較大額的獎金 賭場就會通知駐場的稀查人員 以及扣除政府稅金之後 一般就以支票形式交付